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小炒王国》的时间 市到处全招个位 上升88点 23,684点 我先解答一些问题 因为刚才可能 我想是罗尚佩本身的部分有一点差 因为是他试过第二次 所以我下午再和他试一试他的攝影机的问题 因为有时和他聊天也有点点疾 虽然现在我看到有部分人过渡了YouTube 因为那边是比较顺畅一点 虽然那边的留言我是看不到的 即是回不及 所以大家见谅一下 这一部分是没问题的 大家可以回流回来继续玩的 市场现在就冲到今早的位置 虽然只有几十点 二万三千六百八十一点 当然大家就比较希望听到 这个数字是什么 这个时间请了麒亮出来 麒亮早晨 大家好 新娘早晨 早晨 隔了很久没有见 市场现在就在二万三千六百八十点 每天早上都有看麒亮写的东西 因为都拿回一个方向和一个灵感 你比较更多灵感 应该这几天你是拿不到灵感的 因为我每天都在等一只羊 旗子等一只似羊 因为过去这么多天 其实我每天 因为前两个星期上来都说 其实推敲一些证据 就是那些强势股回落 纳帝股又爆 爆几棍 应该那时候开始会转弱的了 但是一直在等一个旗子 等一个强烈一点的讯号 去确认这件事 一直等也都等不到 等到现在由二万四千一二 等到现在到二万三千五都见过 都未等到 其实都挺难做的 我自己觉得 是 我都觉得是的 我都两手拼拼的 我都有短炒一下燃气股 昨天有叫大家跌的时候 买384和2688 今天只有一只可以 2688就升到42.9 但是384又回落 所以是刚才马sir就跟我说 因为开两会的北水 都滞着滞着滞着 有点滞水的情况 不如15、16号才会卖位 都不顶 反而我觉得那个消息就其次一点 反而觉得市底是真的差了 大家 我用上sir的软件去数据 其实10月底的时候 市是暗中转好了 可能说那时候出到一些好一点的股 不是买入信号的 就是那些股开始变好的信号 那时候是多于现在一倍的 就是上个星期是突然下跌了下去的 所以我自己 其实之前就推敲市会转差 但是现在很明显就是 连些股都是大范围转差的开始 就是那些个股都不行了 我听到 不过我 我补充 是啊 个股开始不行了 所以你问我 我其实自己短线 因为我自己坐了比较中线 可能坐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 所以我就开始不担心了 因为我过去几年 每逢这些市况 开始选不到股里买 接着看到那些逆市上升 我以为正担心了 接着如果坐久一点 最后就通常 就是现在一直等着期指 不是有一棵羊竹再穿低 是 就是确定了调整浪的时候 最后的调整浪 最后的调整浪 远结的日 通常都是大范围的 差不多全部 你拿到的股份 都会跌3-4% 或者20% 所以我就暂时都开始忍受 甚至乎 未来今天做羊竹 最好的做羊竹 再传递 我再减少一点 现在似乎 我看期指 小羊竹 10天线 跟20天线 刚刚折敏的状态 其量看得比较中线 可能看几个星期至一个月 我自己是中线看好的 我说3月我都是乐观的 但中间当然有点跌档 小彩龙博在上个星期 5天只推了1天股票 所以你都想到 其实都 不是 所以那些食龙就少了 连小叉黄都看少了 都不是看少了 是不敢推 因为推了给大家 买了大家 现在是不能捱的 他们觉得 捱一点都会比较伤身的 所以我就不敢推一些 叫大家一起捱的股份 因为这样的市况 不如先收一收手 忍一忍 我想问其量会有没有 之前我有看过 即是你们说 炒市不炒股 我那一刻是很奇特 我觉得这个看法 因为我自己一直 戴下来由去年年尾 都是炒股不炒市的 即是我觉得股票比较很特别 今年年头就炒市不炒股 之后就炒股不炒市 那我就会炒大股 可能是因为我是炒大股 即是如果是炒市不炒股 就是炒大股 不是一样只是炒股市 是啊 是啊 现在是否继续这个看法 听不到 是不是继续这个看法 嗯 嗯 未来反而我是 要我自己觉得 就作逼上官先 嗯 因为之前大家觉得 我最记得人和你做的 就是 那集节目就是 你说很多人觉得 炒股 即是每一筑钱 那机会成本很高 嗯 那未来一段时间 那机会成本可能 很大机会变成负数 哦 为什么呢 是啊 就是因为全部股票 有机会一阵这样 调低下去了 那其实呢 那未来的机会成本 就带大家 不要那么急 去追追杠杠 很多狂换股票了 哦 即是坐着 一只货 好过走来走去 是啊 就是通常这些事呢 你左动右动 就是左一巴 右一巴 你见那些股不升 其他那些呢 因为你见烟气 升三天其实很厉害的了 通常都是升两天 这些事 就是那些 突然间 是抵了爆上他们的股票 所以我自己就 不太建议再转来转去 不断移动 哦 即短时间 短时间 即今个月三月 是啊 所以我原本就预备了那些 三四线地产股的 因为他们长期都不移动 是 但是你很明显是见到 自海巷啊 龙江那些 那些呢 下来买了地之后呢 那些三四线 四五线啊 就是说平日没有成交 那些本地地产股 是不断有钱收集中的 嗯 就是胡说八十九号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嗯 八十八 我知道 哈哈哈哈 大新地产真的不知道 是啊 大新地产 这些类似几十年的公司呢 NAV字架很大嘛 动作都六成七成的嘛 所以有机会是他们目标 嗯 好啊 这些呢 之前呢 他们都曾经推过一次 类似这些股份 都准的 我记得 是有高 那时爪哇 安全培康 也是持有很多物业 那一堆呢 都准的 是啊 其实我们都有留意这些股份 就是 不过好像 我就没有看八十九了 说真的那句 是啊 我都买不到的 所以我都是说一下 不过我想说就是 如果可以留意 我觉得是八分八金潮的 哦 你都 是啊 因为它差不多有半年横行了 那就留意而已 未买 可能突破横行它才买 就是因为大股东 其实不断在这个水位增持 第二就是 你如果记上呢 记上就是对上一朝 2011年至2012年的那一朝 它是炒上去之前呢 就做了配股动作 就配给ASM的 就是现在最激进的那种 嗯 是的 那就看一下它会 就是它那次都是大折扬 就是现在它14元 那它NAV是56元 那它上一次也是大折扬 之后炒了 配几两倍上去的 那就看一下它这次 会不会又做一些相关动作 因为大股东都收到差几百分 嗯 那问其量的问题 因为很多观众留下了一些问题 好啊好啊 就想问你308 就是中国重器 今天就升了上来 我闪了 那些 它问你keep不keep 你闪了 已经 是啊 我会下reentry 因为我自己看过大市调整的 所以 就类似那些之前升得很好的那些 我都走了 就是类似是 其实之前说的很多子股 很多出业植物一棍牛 我就先逼一避 因为始终太多人的 破坏太厚 我现在没有继续 嗯 好啊 如果它一路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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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是啊 是啊 都是这个位置 还要是这个beat us 我都说很难责 很难责 297 是啊 是啊 暂时还没移动 我自己 其实因为没做目标 没做指示 我都没什么怎么处理它 其实我一直是觉得 因为那次我买 其实有另一个confirm的位置 就是发型警有钱数上去 嗯 那数完那一转之后 就一直吐了在那 那可能马尔所说 两会之后才可能类似的企业有些动作 所以我都继续等下去 就是怎么穿1个1号3 1个1号5的位置 我都不走 不停住了 然后又升不穿 我都放在那 那基本上是没什么好做 哦 OK 另外一只很久以前你说过 不过突然间突击问你 那只香港小轮 50号 哇 50号 对 收息 收息 整间公司收回现金为主 还有少少收中物业 我觉得你合起来 不用怕的 不是香港小轮 因为NAV截然也很大 当然 但是大大的幅度可能只有五成左右 那你刚才说金柱洋那些是七成的 就是你是差很远七成你升回到 可能五成已经升了 就是股价可以移动了四五成的 但是香港小轮这些就难一点 因为它又没有Catalyst 就是 就是 没什么缺乏 就是因为之前 我记得很多年前 买它就是因为它罚命 有一个大project 它十年不推盘 做了四五年 然后 盘突然间推了 然后有机会派告识 那时候才推 那时候好像是四五元 是的 OK 好啊 那今天期两会不会有推介 还是都是扯箭扯退 扯箭扯退 留意一下小型地产股 咦 但是除了八七八之外 又没有深水的 小型地产股很难触摸 是的 很难触摸 加拿的就是中型 是的 加拿的就是中型 加拿的就是中型 反而 概念就是 越大型的地产商 中大型的地产商 我觉得就越低 就是因为 它们难投地去继续发展 就是你卖款的机会越低 还有配售股出街 引入其他来里投资者的机会有 但是因为越大落 反而你越小的话 绝容易吸引到资金进去 OK 好 那先问其量 申报一下 你自己和客户有没有持有以上股份 客户持有297 好 多谢其量 谢谢 答得非常完整 多谢其量 这么清晰 拜拜 现在是正常的 我看所有的器材都是正常的 不好意思 今早有百多众 就过渡了YouTube 大家都很聪明 在这里看不到 立即去YouTube 我会骂罗尚佩 是她 你看其量 你多信都没事 肯定是罗尚佩 就弄坏了 上一次 因为我们曾经出现一次也是这样 都是跟罗尚佩聊了一些时间 还不是她 有朋友问 我们现在新的报价部分 为何行指是80万.hk 没有 这是纯粹的设定 因为要按数字 就不能按英文 HSI 所以设定了是80万.hk 所以我按 按得很辛苦 但你们在这里笑 所以我都尽量 阿琪在说哪一只 我都按给大家看 这是纯粹一个设定的 大家看回行指就可以了 就不用太多疑虑 今天小炒王方面 其实我这期都没有特别推介给大家 因为跟其量的想法都是一样 就是比较难看 所以就比较难搞 例如1.157这些我那么喜欢的股份 它突然爆上来 我都未敢动手 所以我就有忍一忍的情况 但昨天我和大家说 2688跌的时候 我自己都有买的 今天都中了 新奥能源2688 现在已经去到43这个水平 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吃 因为昨天都是41个多 两天来说 一天而已 其实一天半而已 都有1元多些给大家吃股 所以大家可以吃 新奥就是这样 它的敏感度很高 而且很有趣 它通常都不跟市场走 它喜欢自己走 可以留意 但384跌的时候 叫大家买 今天都是圆位不动 384 如果它不动 我就转马 也可以 因为烟气股 炒到第三天 我都担心水泥 煤炭 钢铁 炒三天 就不见了影 所以我就不敢 叫大家继续持住 所以如果你说 我忍不住 你给它 都没问题 这两只 你都是赚钱的 如果加上去 所以都OK的 我觉得 还有 很多人都问 我曾经很久之前 推介过的2100 这期升得很厉害 问我还买不买 我试过有一次推介 单日急升两成 但我自己第一棍大阳烛 在3月2日的时候 我都有看 不过 亦都是因为市况的气氛不好 我就没有立刻去追逐 蠢了 没办法 但现在升了三只大阳烛上来 你叫我追 我自己就不会了 寧愿看第二只 今天开始都回回 跌3% 做4.4 我暂时不知道它有什么消息 因为它这一只 是做网上的文功课 软件 给小朋友做一些教育 最多就把网上的股份 软件股一起升 但暂时我看不到它本身有什么消息 让它先回回 拉下来 再考虑2100 然后先看看 1461我自己就没有担心过 因为我见它很坚实 一路是1.77 我就说如果穿 打穿1.77 现在多给几仙 可能1.75 1.74 那位穿了 我才会交给它 那手一直在握住 因为它要补裂口 裂口都差不多 已经完成补裂了 那支大洋烛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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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买正股的 还可不可以买呢 其实我觉得他见了底 其实昨天美视跟他说 你千万不要穿100天和50天的位置 那就行了 他都很生性不穿 兼且收回阳烛的 我觉得还可以看回9.6、9.7的位置 如果大家喜欢博联通的位置 因为联通有时候用来hedge 市场跌会走得比较好 用来hedge 令到统统就不用全部都是开call 都可以留意一下联通762 现在升1.6% 正在做9.47的位置 我暂时也看到这里 我要再看清楚一点 因为刚才只想着整个机器 我没有看到今天有什么推介 可能在新城的时间 再跟大家做一个推介 又或者一会儿在Facebook跟大家说 现在可以冷静一点 让我看清楚一点 有哪个是比较好质地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 欢迎大家继续WhatsApp我 66334386 专头见